莫玄宇 你当真是学那仪陵老祖修了邪魔外道 你身上好歹流着蓝陵金氏的血 也不怕辱了蓝陵金氏的名声 这话就好笑了 仪陵老祖很厉害吗 我干嘛要学他 再说了 就算我修鬼道 又干亲何事啊 你 韩光俊 此人风言风语 你为何与他一起 怕是您还不知他识何身份吧 他以前啊 他是 此人是我姑苏兰氏上兵 受我所要前来除碎 有何意义 淮沧山情况如何 怨气并为外邪 不知为何会出现异动 目前已有不少修士进身除碎 随他们去 这淮沧山岂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 继续探查 务必要找到怨气异动的源头 以绝后患 是 伤势不重 运政之魂昏迷 半个时辰后便会苏醒 多谢韩光俊 这究竟藏着什么妖戏 怨气这么重 你们说怨气之坏 可为什么我没有受影响呢 当然是因为你老人家的修为高了 是吗 这个嘛 不用你说我也知道 你还真信呢 你笑什么 你身上带着远梦僵尸的清心灵吧 对啊 清心灵有定神清明之效 可破幻觉 你干什么 上药啊 伤口不及时上药可不行啊 呸 来哪 你死疯子 你离我远点 你那什么破药一干往我身上死 是 清灵 等一下 你又干嘛 血色暗沉 朱世有段时间了 要往台的助手弟子 应该是 有何发现 依这山口来看 此人应是被凶杀月灵攻击至死 但是以我的判断 这山中不该发生这种事才对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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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